黄桥烧饼 黄桥烧饼800克,熟猪油300克 配料有香葱末少许,火腿丝50克,白芝麻50克,猪板油丁150克 调料有精盐,香油,鸡蛋液,味精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具体制作方法 将板油丁放入碗内 放火腿 香葱 再加入盐、味精、香油 搅拌均匀制成线芯 香葱 取面粉分为两堆 将一堆用水和猪油和成水面团 香葱 香葱 另一堆用猪油和成油面团 香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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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端对折再擀成薄片 把面片卷成卷 把面剂擀成薄片 把面剂擀成薄片状 包入线芯 再压扁 把面剂擀成薄片 然后刷上鸡蛋液 再沾上芝麻 放入烤箱中 把烤箱设置180度 烤至20分钟即可 制作这道点心的线芯 也可以采用甜馅 最好是热食 黄酵烧饼的特点是 色泽金黄香味浓郁